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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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Joyce 讓哲學進入經營 建立企業成功基因 今天我們繼續談 均持哲學第34條 具備均衡人格 怎麼樣才有所謂的均衡的 這樣的人格 過猶不及 其實很多事情 因為我們一樣米洋百樣人 每一個人對於一件事情的 判斷、看法、想法 是不太一樣的 有些人重感覺 有些人重視覺 有些人重觸覺 有些人重聽覺 我們談到均衡的人格 其實特別是針對這個部門的主管 因為主管他要能夠海納百川 所有部門員工的意見 都要提出來 那針對不同人 你解釋的方式又會不一樣 這個部門領導者 就必須要所謂的十八般武藝 那這樣的一個人格 就是要有均衡的人格 就是這個意思 而不是說我覺得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很容易出現的 但是在現在的這個科技快速進步下的一個環境 我們必須要就是真正的眼見為實 或者說我們真的要用科技的方式來去配合 這些都是一個方法或者它是一個工具 但是它是給人來使用 那這個人他必須要這樣的心態 才能真正的去讓這樣的方式來往前走 他有辦法去用各種不同的時間點或者地點 或者各種不同角度去切入任何一個工作 跟所謂的這個事件來去做最好的成效 當他進到了這個我們的企業 我們就對他會要有責任 就是必須要去教導 那這個教導其實就是從他一進到這個公司 就一直一直要把它教育下去 那一直到他如果有更好的發展 或者說他自己享有其他的想法 那你才終了 當然有些人就說你一直教育他 那他要走 我說我們在做所謂的經營哲學 其實就是在種一個種子 為什麼每一個種子一定要在你的公司發芽 我們從社會要了很多的資源 當然在某種程度 我們也必須要回饋給這個社會 所以我們必須要這樣子 希望他好 希望他待在公司這樣 那但是呢 如果有不一樣的氛圍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用不同方式來面對 這個也是一個均衡 所以身為企業領導人 必須要時時刻刻去審視自己的人格 是不是有偏差 因為很多的領導者就公司賺錢了 他就覺得說我講我做的都是對的 但是這樣的行為會讓員工來學習 這是不好的示範 企業要挑選企業的接班人 或者說部門要挑選部門的接班人 就必須要守重品格跟人格 只要人格品格好了 基本上他應該可以將這個領導者的角色跟位置 可以做到極致 我是Joisman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哲學吧